中国在海南布局两大能源交易所,挑战新加坡,占领东南亚。 原创会通网。 国家给海南送大礼包,两大交易所将面世。4月14日,中共中央,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。 指导意见共有20条,其中包括大家已经听过的自贸区、自贸港、赛马运动、竞赛型体育彩票等。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大家可能没注意到的指导意见第15条,设立国际能源、航运、大宗商品等交易场所。 自贸区、能源交易所在国内已有多个范例,上海、广州、武汉这些城市也比海南更具经济优势。 2017年海南全省GDP总量不足4500亿元,而武汉市2017年GDP总量已经达到1.34万亿。 所以,国家设立海南交易所的目的不是让海南和上海、武汉等竞争,而是利用海南恶守南海,面向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参与国际竞争,挑战新加坡,甚至拿下东南亚市场。 什么是航运交易所?国内已有多家航运交易所。航运交易所,顾名思义和航运有关,目前国内目前已经有多家航运交易所。 宁波航运交易所网站对自己的介绍是,航运仓位交易市场、船舶交易市场、航运人才服务市场。 相比于宁波航运交易所,上海航运交易所的功能就更多了,如船舶交易、运价交易、航运金融等。 航运交易所,进出口商与运输商交易平台。 简单来说,航运交易所是撮合交易的中介机构,A公司想租一艘国际商船,可以来航运交易所,B公司想将一批货物运输到美国,可以来航运交易所。 下图即为上海航运交易所公布的上海到欧洲美国的货柜运输价格,我们可以看到4月13日,上海到欧洲,到美国的货柜具体价格。 此外,航运交易所还有金融业务,如航运保险、衍生品等,其中衍生品包括远期运费合约,帮助航运企业控制成本,航运指数期或期权。 个人投资者也可参与航运衍生品交易。上海航运交易所推出的航运衍生品交易,除了航运公司,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参与。 当然,航运衍生品交易对个人投资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较高,一般投资者很难去判断航运指数走势,参与者应该以航运公司和航运从业人员为主。 海南航运交易所将面向邮轮。与上海、宁波等航运交易所主要面向国际进出口运输不同,海南航运交易所会选择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第一页 第二页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t WeChat Line SMS G7开成互家大会,马克龙放狠话,默克尔泼冷水,特朗普,我先走了。 印度甲方,我工作了32年,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这样的效率。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,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。 美国之后TPP再遭一击。 马来西亚也要退群。 明天,117年历史的孟山都将不复存在。 印度央行行长,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,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。 西门子CEO,一带一路倡议能改善全球70%人口的生活。 华尔街怒赞。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、外媒,十年前,难以想象。 汉欧班列首次对接中越班列,助推东斜产品走向欧洲。 即是中国对媒去。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。 嫌弃全球化。 西媒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。 今日科技。